Wonder Woman的下巴是比較有菱角的 所以我用剛剛的打亮還有眉粉 來做一個比較角度的下巴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聖誕節特輯Wonder Woman這個造型 那因為今年Wonder Woman的真人版 我自己看了之後非常非常喜歡 給我個豆在電影裡的表現 那我覺得它真人因為真的太美了 而且東方人跟西方人臉畢竟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放起來可能會比較困難 那所以呢我就以漫畫DC漫畫版的來做一個靈感的來源 那就是大家看到這樣 給你們做萬聖節的一個參考囉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裝扮的話 那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要做的就是妝前保濕 因為今天會在臉上畫非常非常多的妝 所以要先提前的保護它一下 這瓶粉底液的遮瑕力很好 所以可以讓我有一個非常乾淨的底 今天的妝步做非常的多 所以要有個比較乾淨的底之後 才不會覺得整個妝容髒髒的 這支粉底刷很適合大面積的快速上妝 接下來呢我需要一點重點部位的遮瑕還有打亮 我喜歡這一支妹比林的遮瑕膏 它遮瑕力非常的好 而且它因為稍微比我膚色白一點 所以很適合做眼周的打亮 還有鼻樑眉毛以及下巴的地方 那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漫畫裡面呢它在臉頰的高處的高光 都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就是先用遮瑕膏來做第一層的打亮 接下來呢我拿的是這一款透明的蜜粉來做定妝 它並不會改變底妝的顏色 拿這種大大鬆鬆的刷子 大面積的快速掃上粉就好了 因為winded woman的輪廓非常的深 那我的臉型非常的平 所以呢我需要一點點陰影來強調一些靈角 那所以我這裡秀容打的非常誇張 就像剛剛說的 因為這個角色的五官非常的立體 所以我需要多一點打亮 以及秀容來增加我自己五官的立體度 在鼻頭用畫人打亮可以創造鼻子比較尖的感覺 這邊我是先用比較符合我膚色比較亮白的打亮餅 換了另一款打亮餅 這一款其實是比較帶金色 所以比較符合這個角色 就是那種健康的光澤感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相機拍不太出來 這個打亮餅跟上一個顏色的差距 所以就只能口頭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現在用眉筆只是畫出大概的輪廓 然後等一下會用比較深的顏色 然後再描一次 這個角色的眉型是非常彎的 那因為我原本是不想要削太多自己原本的眉型 但現在看來可能或許我應該就是多小一點自己的眉毛 可能會更像 現在是盡量創造一個比較高一點的眉峰 接下來因為角色的眉毛毛流感很強 所以我用這個斜角刷加上眉膏的這個組合 來創造比較一束一束的毛髮感 接著它的眉毛在眉頭過後有一個往下彎的一個弧度 可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修眉毛 就是畫不太出來 然後之後用遮瑕膏補了一點之後 有稍微看起來一點點的弧度 但是應該不是很明顯 這是我這一次覺得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畫完那眼線之後就可以來拉這個很細長的貓眼上揚眼線 再來也是用眼線筆畫了下眼線大概到黑眼珠最前端的地方之後呢 拿眼線一筆然後畫出假的下睫毛的感覺 在漫畫裡面這個角色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眼影色 那我現在只是想要讓這個眼妝看起來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上了一點金色當做眼影的打底色 接下來拿的是Modern Renaissance色眼影盤裡面 左上角的打亮色打在眉毛針下方 這樣可以製造一種眉骨比較高的假象 我拿右下角這個冷色調的棕色呢 我做一個假的深邃眼窩的感覺 現在把同一色眼影帶到下睫毛的位置 現在拿的是同一個眼影盤下排左三來做一個開眼頭的動作 最顯色的眉粉很適合拿來打鼻樑的陰影 這個角色的鼻樑是非常直非常細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來做一個很直然後比較靠中間的鼻影 鼻頭的地方可以看到它的鼻頭是尖尖有點三角形的 所以我的鼻影也是會稍微往裡面收一點 等假睫毛膠完全乾了之後 我會拿睫毛膏稍微的把我的真睫毛和假睫毛做一個結合 這角色在漫畫裡是藍眼睛 所以我特別買了藍色的彩片 可是只有戴上之後發現它好像比較接近灰色 擦上唇色之後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妝容已經可以算是完成了 可是呢我是一個比較多餘的人 所以我決定畫我頭上的TIARA這個金色的頭飾 金色的顏料呢我原本是去NEX買了一個 Face and Body Paint 可是後來我發現它的顏色比較接近鵝黃色 而且它的質地上臉之後會一直有雀血 所以我又回店裡找了 找了很久才找到這一隻眼影棒 我覺得它效果很不錯 它顏色呢上到臉上之後是一個很飽和的光澤 我用指剪了一個無毛心 然後用假睫毛膠黏到額頭上 接下來就是用眼線筆來框外面的輪廓啦 說真的我覺得這邊超難的 我很難就是把線畫得很直 然後又兩邊都很對稱 再畫頭飾同時嘴唇也完全乾啦 現在就可以拿眼線液也是一樣框嘴唇的外輪廓 拿出剛剛打亮筆打在照片裡淡亮的地方 用了眼線液其實是一個不對的選擇 因為到最後嘴巴只要一講話的時候 它就會崩開 因為畢竟不是踩在嘴唇上的 Widdle Woman的下巴是比較有菱角的 所以我用剛剛的打亮還有眉粉 來做一個比較有角度的下巴 它的臥底下呢有一道很深的陰影 那所以在漫畫裡的表示他們就是用黑線嘛 那我就用眼線筆在臥底下加兩道這樣子 雙眼皮的部分呢也是一樣的概念 雙眼皮的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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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 watts 我人生中呢 從來沒有戴過的假髮 假髮片 階活系什麼 全部都沒有 所以第一次摸到這個觸感的時候 真的覺得有點可怕 好的 那這就是以上今天的妝容 那這個夾髮非常讓我非常的不自在 因為它的觸感其實有一點點接近真人的頭髮 所以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而且加上我頭髮已經又短又淺很久了 所以很久沒有看到自己大長黑髮 然後這麼多頭髮在身體附近的狀況 拉遠一點 好 那這一件其實costume我買到了 因為小的大小我已經找不到了 所以就只好前舊有比較大的 那這邊很空 另外這邊也沒什麼料 然後就是可能有點破綻 請大家不要介意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妝容 然後Wonder Woman 因為這個costume它沒有附它這個頭飾 所以這頭是這個Tiara是我自己畫上去的 如果你不太想要買costume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穿一件紅色小可愛 加上一件寶藍色小短褲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然後像我剛剛說這個可以自己畫 然後加上手上如果你想要畫什麼手套 我覺得都是可以自己去發揮的 那今天我並沒有 因為其實我錄影只會錄到臉 而且我覺得手的部分就比較簡單 就跟畫在紙上差不多 所以我可能就這部分就不多做介紹了 然後因為這個假髮它其實是有中間有瀏海的 所以我把它分別加到兩旁 然後我覺得這樣反而讓 因為就是有點露出頭皮 所以反而讓假髮看起來更真實 那當然如果你平常的頭髮就這麼長 這麼黑然後這麼美的話 我覺得也不太需要就是多做什麼 也不太需要多戴假髮了 那當然是很好 那如果你們真的想要在萬聖節 帶這個妝辦出去的話呢 我建議你大概留多一點點時間 比較充滿時間給自己 這樣比較不會手忙腳亂的 然後很緊張 然後一直畫錯畫歪 或是現畫不止之類的 那我自己大概花了一個半小時到 快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就給你們做參考 那如果你們真的畫這個妝出去呢 我非常會想要看到你們的照片 或是就是如果比較害羞 不用照照片沒有關係 就可以跟我講說 喔你畫這個出去了 很開心然後玩得很好 那希望大家都有個愉快的萬聖節